主料,五花肉,150克,菜花500克,葱2克,辅量,油,盐,生抽,酱油,鸡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冲切葱花,五花肉切片,菜花切小朵,放入滚水锅中汆烫,捞出沥干水分,热锅冷油爆香葱花,放入五花肉煸炒出油,加入菜花翻炒是水分挥发, 加酱油,生抽,盐和鸡粉调类即可,烹饪技巧,菜花汆烫的时间长短,决定其软用程度,按自己喜欢决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